1 2 3 台北市衛生局積極進行傳統市場改建 並且提升公有市場食品衛生 確實的把關市場食品安全 讓民眾可以更安心的外食 今天在南門中繼市場也舉辦了一場活動記者會 那現在我們就一起來看看現場吧 為了提升台北市公有市場的食品衛生跟攤商環境 2020年9月22號上午10點 台北市長柯文哲、副市長黃珊珊 特別前往台北市南門中繼市場 參加衛生局舉辦的老地方新風華 傳統市場落實GHP成果發表活動 柯文哲市長表示 他相當肯定攤商在食品衛生上的努力 台北市政府要讓傳統市場現代化跟國際化 打造衛生、乾淨跟友善的購物環境 讓民眾消費更加安心 如果只有30秒要認識一個機關好壞人 是看廁所的 如果只有30分鐘要了解一個城市的狀況去看市場 因為市場就是一個城市的縮影 不管是它的文化、經濟 甚至這種公民的道德水準 這些市場都顯露無遺 所以我一直認為既然市場是一個城市的縮影 我們一定要讓這個 要改變一個城市 一定要讓這個市場 可以達到一定的標準 這一次我們衛生局 在市場的指示之下 要讓我們的市場能夠符合 就是GHP也就是良好衛生規範的準則 所以率先是在南門、中紀、大龍、市東、環南市場 中紀市場 來做個輔導 台北市衛生局表示 為了提升傳統市場 也就是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 衛生局今年3月份開始跟市場處合作 在南門、中紀、大龍、市東跟環南中紀等四個公有市場 進行1198家的攤商GHP積查 結果全部及格通過 那由衛生局來積查攤商的一個衛生的GHP 那包括他有要穿整齊的工作衣帽 他的食材不要落地跟環境清潔等等 讓整個市場的環境達到我們食品衛生的要求 那這一次的話總計就是 我們南門、中紀市場、市東、大龍還有環南市場 從4月到8月之間我們陸續衛生局進行機場 那他們的食品攤商也全數是合格的 所以其實是我們一個標竿的一個很好的吃飯市場 柯文哲市長也強調 傳統市場要有硬體上的改良 軟體上的升級 衛生局宣導食安五環 市場標示管理衛生人員 食材登入等政策 配合市府各單位 要用心建構台北市安心外食的市場美食環境 記者陳文旭、李佳金、劉文軒 台北報導 接著記得 記者報告 2 tab 1 tab 1 tab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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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